我媽說,你爸爸之前,龍精虎馬當時,在街頭,我就在街尾,就駕駛一條街, 他就不用指他轉頭看著你,我就一個人在那邊,也不會過來掃爬我。 現在你爸爸的狀態不太好,他就走得慢了,我就問我媽, 是否現在和你同步,在隔壁,對呀,可以拖手, 你這句是誰說的? 我講的,很好試試,不如和我爸爸見到同步,不爭取,不如拖手一起走, 我還更加有感情,我媽說,唉,放棄,說完了, 可以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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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了,可以了,可以了,不要緊了,不要緊了, 但我就在想,他這樣拒絕了,其實我又沒有覺得會失望, 或者什麼,我覺得會下一次,有機會都可以, 再留下,隨便一方去做,或者譬如,跟我爸爸說, 我媽可能會比較難改變一些,或者由我爸爸那邊入手, 反而有時候我覺得我爸爸會聽話多一些, 有時我媽很有自己多個,不知一味面子,或者尊嚴, 他覺得,已經去到一把年紀,我為何要做難一點, 都不需要這樣,這個就關於他們, 因為他們,你可以引導,但事實上都要他們有這個心, 但你可以引導,我就聽過蘇如雄的見證,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聽回, 就是他講到,他小時候一直, 爸爸對他不好,關係很差,很差, 當他信耶穌之後,就開始改變, 然後有一次,他們就連銷出去,去連銷市場, 即是晚飯出去,去買東西,去看花事, 蘇如雄就說,他是一個基督徒的唱歌手, 他就說,死了死了,拖著我爸爸, 由那時候開始,他跟爸爸的關係很不同, 以前是完全有問題,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,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考慮, 在裡面的情況行得通的,死了死了, 不用死了, 不用死了,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自我死, 可能你一手拉著, 一手拉著, 那時候可以連接那個家庭, 其實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, 求耶穌幫助我們在這些地方, 不然經常是一件事的, 曹擒